在我们接电线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电工胶带 也没有这个热锁管 那么怎么把这个线给它接起来 既安全又牢固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不仅适合在家里接线 或者是出门在外干活的时候 如果没有电工胶带 这种热锁管也没有的情况下呢 用这个方法接起来呢 是非常的好用啊 首先呢我们把这条线给它先 拨出外皮 拨好以后呢 然后把这个线心给它先 再拨出来一段 然后呢 先把这个线 给它先拧一下 拧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把这条红色线 给它接上 在接线之前啊 先在这条红色的线上面 给它先打一个活角出来 就这样打好之后 然后呢 把刚才 剪下来的这个线的外皮 给它从中间 剪开 剪上两段 然后呢 把这个线 外皮给它穿在 这个线里面 穿上来以后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开始接线 在这条线上面呢 也给它缠个活角出来 接线的时候呢 这个接法也很重要 首先呢 就这样交叉在一起 然后呢 按住中间的位置 把这两条线 先给它拧一圈 拧完以后呢 然后再来旋转这边这个线 转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它转得紧密一些 都给它缠在这个线上面 我们看 这边缠完以后呢 接下来就缠另外这一面 把它一定要缠紧了 缠得越紧呢 这个线接好以后 它越牢固 用这个方法接好线后 无论啊 怎么拽 它也不会拽开 你看 这样接好以后呢 然后把这个线的外皮 给它再套上 套上 到这儿呢 也是一样 先把这边这个活角 给它先弄松 然后 我们看 弄松之后 然后啊 这样再给它勒住 我们看 这个呢 这条线就接好了 然后呢 按照同样的方法 把另外这条线 再给它接起来 就可以了 这样呢 接好以后 无论怎么拽 它也拽不开 而且呢 这样 它也不会漏电 非常的安全 在使用的过程中 怎么拉 怎么扯 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就是接线的一个 非常好用的方法